大家好,中共三政全会公报正式出炉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并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新华社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于2024届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有中央委员199人 候补中央委员165人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党的20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做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20届二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一致认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 兼具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中央政治局认真落实党的20大 20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 完整准备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囚禁工作总基调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 逐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推动和谋划全面深化改革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不但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切实抓好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 有力推进了国防和军队建设 继续推进港澳工作和对台工作 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一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实现经济回升向航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迈出坚实步伐 全会高度评价新时代以来 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 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 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面对新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 面对人民群众 心期待 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全会强调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全面贯彻新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 邓小平总书记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囚禁工作总基调 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俊 求真务实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 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更加注重系统集成 更加注重突出重点 更加注重改革时效 推动生产关系 生产力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全会指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 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 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要聚焦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聚焦建设美丽中国 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 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 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 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全会强调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 贯彻坚持党的全面引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坚持系统观念等原则 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做出系统性的部署 强调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健全保障和改善民主 民生制度体系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持续深化国防军队改革 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 全会提出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创造更加公平 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实现资源配置 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即放得活又管得住 更好维护市场秩序 弥补市场失灵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 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 要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全会提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种 必须与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 立足新发展阶段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 激励约束机制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要健全因地制宜 发展新制生产力 体制机制 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 深度融合制度 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 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 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安全水平制度 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 战略性的支撑 必须深入实施科教新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 调控有效的政治治理 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 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力改革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 协调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 全会提出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 新型城镇化 乡村全面振兴 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 致力融合水平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双向流动 缩小城乡差别 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要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完善强农汇农富农支持制度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全会提出 开放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 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更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深化外贸体制改革 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 完善推进高质量 共建一带路机制 全会提出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 基本政治制度 重要政治制度 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 把人民当家做主 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要加强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建设 健全协商民主机制 健全基层民主制度 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全会提出 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必须全面贯彻 实施宪法 维护宪法权威 协同推进立法 执法 司法 守法 各环节 改革 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保障机制 弘扬社会主义 法治 精神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 法制化 深化 立法领域改革 深入推进 依法 行政 健全 公正 执法 司法 体制 机制 完善推进 法治 社会 建设 机制 加强 社外 法治 建设 全会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必须增强文化自信 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 弘扬革命文化 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 加快适应信息技术 训练发展新形式 培育 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团队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 创造活力 完善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 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 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全会最后强调 要结合学习宣传贯彻 全会精神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 和现代化建设能力 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切实 改进作风 克服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完己 持续为基层减负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反腐败头征 扎实做好巡视工作 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深化党籍学习教育 维护党的团结 统一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 凝聚力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 决定逮捕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丁向群 于立军 于吉红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全会决定 接受秦刚同志辞职申请 免去秦刚同志 中央委员会委员之务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关于李尚福李玉超 孙金明严重伪迹 违法问题审查报告 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做出的 给予李尚福李玉超 孙金明开除党籍的处分 新华社 新华社这个全文呢 比较长啊 我节选了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呢 大家可以去找到资料 自己可以研读一下 长话短说 我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啊 我呢是在那边出差 现在在这个斐济 我呢 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啊 这个全会呢 是要没有什么新的亮点 也就是全会 我呢还特意自己总结了一下啊 三中全会呢 以下几个重点 重点呢 从这个整篇三中全会 这个报告可以看 首先全会是号召全党 全国人民团结在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全国奋斗 那么目标设定呢 是2029年完成 第三点是强调 加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性 这个刚才给大家也读了 第四点呢 是为军队 现代化 提供重要支持 军队强调军队现代化 第五点呢 是到2035年 中国呢将全面建成高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那推迟了9个月的三中全会 没有新的内容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新的内容 那我个人判断呢 新的内容一定会有 在哪呢 在10月份的四中全会 这是唯一的逻辑 你从逻辑上说 推迟了9个月 就刚才给大家读的这篇文章 9个月之前就可以发表的 9个月之前 对吧 是可以开三中全会 最后推出了一个没有新意的 这么一个报告的 可以的 为什么要推迟9个月 那现在来看 因为习近平在中共党内 他这种权利 也就是三中全会 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 那还有可能现在内容要在四中全会 四中全会是10月份 11月份美国大选 看到了吧 中共也要根据美国和中国 这种特殊的关系来决定最后的措施 是不是要脱钩 你记住啊 中国现在在等待美国大选结果 一旦川普上来 跟中国脱钩 强脱钩 那中国就做好准备了 所以四中全会 我觉得要比这个三中全会 有更多看点 所以现在的实际上 你可以看到 中国正在等待美国大选 这就我读到整篇三中全会这个发言 我个人的感觉 没有什么新意 就这些东西 9月之前是可以发表的 9月之前就可以做出结论的 中美脱钩脱钩 里面没有提啊 为什么 美国大选没有结束 还有一点 很有可能是中共党内 各种牵制力量派系 到现在也没有达成一个共识 那这还是一个 我觉得还是一个原因 就是现在这个中共党内 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向 还是没有统一 还要等美国大选的结果 如果美国真的要跟中国硬脱钩 那各派系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在争取的 对吧 你说脱不脱钩 有些人跟美国关系 特别密切 像那个工情团 你说工情团再替美国说话 那是美国要跟中国硬脱钩 你工情团怎么办 你工情团只能跟随 对吧 跟随中国人民一起跟美国抗争 所以你工情团这帮人 你再怎么阻挡 也阻挡不了 因为是美国要跟中国脱钩 中国只能做好准备 所以最后还是要看大选 美国大选结果 拜登和川普 有人说现在已经定了 现在定不下来 拜登手里面也有杀手锏 人家还没用呢 川普现在跳得很高 但是我觉得后面还要看 这个选情还有变化 川普 拜登 他们两个对华政策是不同的 那中共三中全会 那关键的和美国脱钩这些言论 那现在是不能提的 因为最后大选结果没有出来 还有一点 习近平在三中全会 在求是里面发了一篇署名文章 就叫自立自强 从这个信息透露 以及现在三中全会 透露的少 非常少量的这个信息来看 只有这个求是 他透露了一点 叫自立自强 这么点信息 这个解读呢 我个人认为 中国特别是从习名 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做好和美国脱钩准备了 已经做好脱钩准备了 而且中国方面是 这次应该是主动 是主动不是被动和美国脱钩 因为中国方面认为被动脱钩 应该对中国不利 所以还不如主动脱钩 所以未来中国在和美国的一些合作上面 中国会选择更加主动 也就是说有一些 我可以选择有一些 我主动放弃了 记住啊 不是你美国选择中国 而是中国未来和美国合作 中国主动选择了 有些合作 我就不会再跟你合作了 像军事上 像有些贸易上面的 美国可能获得不了中国更多的订单了 有一些美国公司 可能未来在中国市场 要逐渐退出了 这就是我的解读 更加主动 也就是说既然要脱钩 那中国就做好了 和美国完全脱钩的准备 就开始布局了 所以美国 对吧 你要跟中国脱钩 那你这些美国的企业 美国一些产品 未来也做好 对吧 在中国市场 面对新情况 计划 我觉得美国这些企业 都要有准备 现在不是说美国 要跟中国脱钩 很有可能是中共装 就中国方面 主动要跟美国脱钩 那美元 美债 对吧 主动脱钩以后 那这些东西可能都会有变化 10月份 四中全会 如果中共中央政治局里边文件真的提到脱钩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美债 既然我脱钩了 我对你美国国债 对吧 还有跟美国未来的贸易上 金融上很多的合作 甚至用美元结算 这些东西可能都要结束了 这对美国来说是地震 这是耶伦这些人 吉华尔街这些人不愿看到的 他既想跟中国好 用你中国的利益 对吧 然后又想制裁你 限制你 现在是中国主动跟你 拜拜了 咱们有些不能合作了 那你美国自己想办法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从这次三中全会的解读 高层 中国的高层 已经铁了心 要跟美国主动脱钩了 这个主动脱钩有个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 我觉得现在已经下居心 准备开始了 而这种主动的脱钩 对美国到底有没有利 没人知道 只有美国人自己未来感受 现在是中国可以帮美国 中美共同 对吧 共同应对问题 未来只有你美国自己了 中国是不会再帮美国了 有些问题上 甚至中国 可能会和其他力量联手了 你美国未来会有更大的问题 现在拜登还能跟中国对上话 未来到川普 那只能是交易了 那各自就拿出自己的筹码来交易 你美国有没有筹码 到时候都很难说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大国的关系在逐渐的变化 我觉得三中全会非常明确 现在这个信息 唯一从三中全会传出的信息 就是自立自强 这四个字 其他的三中全会的报告 我刚才给大家读了 没有新的内容 那你唯一能解读的 就是现在高层 自立自强 已经做好和美国 整体脱钩的准备 四中全会在美国大选的结果 10月份 那出来以后呢 很快 中国将正式决定 是不要跟美国正式脱钩 还有一点 中美脱钩以后啊 对全球金融是有最大影响的 一定会有重大影响 另外呢 是股市 还有贸易 军事 这都会有重大影响 中美脱钩呢 我觉得美国既然要和中国脱钩 那中国也不能强求 你说人家要脱钩 你不跟人家脱钩 那中国做好脱钩准备 在台湾问题上 在美国很多需要中国帮助的其他问题上 那中国是不会客气的 而且在台湾问题上 中国很有可能做好武统的准备了 在台海问题上 台湾问题上 有动手的可能了 这是我个人的解读 过去啊 爱与中美还在合作 对吧 咱们还是合作 那我是不能在台湾现在动手 对吧 那既然脱钩了 我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对不对 你笨想啊 既然咱们都已经分家了 不在一起 各干各的了 有些东西我该做就做了 所以我一直在讲 是吧 中美脱钩对这个整个世界 特别对台海有重大影响 也不说脱钩马上就武统 但是中国做好了脱钩 准备 也就是开始在做着 跟美国正式脱钩的 外围的准备 一切做好准备以后 就可以正式宣布脱钩 而且呢 未来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绝对不会回到过去了 既然你把我当成最大的竞争对手 那我就做一个合格的对手 不会抱着像你之前那种幻想 跟美国还回到过去 竟然要竞争 咱们就开始 比试比试 在全世界真正的进行竞争 我觉得这一点 美国方面 美国方面自己应该有准备 既然你希望跟中国脱钩 那有些问题你要自己面对了 未来包括伊朗 朝核问题 中东 俄欧问题 我觉得美国头会更大 美国能力有限 他不可能全部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一直在讲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美国人其实并不聪明 本来可以和中国共同来面对一些问题 结果逼着中国和美国脱钩 最重要的是美元了 那如果真的脱钩 中国现在正在积极的准备 那未来的美元 整个美元体系 他能不能维持 这都是问题 所以我一直在讲 就美国你看到 玩到最后 美国还是幻想着 向中国施压 他觉得自己能够通过他的实力 逼中国就反 结果人中国主动选择给你脱钩 那个时候美国 我觉得川普上来以后 整个美国的经济 特别是美国的国内物价会飞涨 美国一定会进入一个 政治动荡期 你看川普那四年 美国已经开始攻击白宫了 围攻白宫啊 黑命贵 想不想 川普再上来四年 美国是一定开始内战的 冲击国会啊 那事情是美国几百年建国以来首次啊 那川普再上来呢 那你美国再想寻求中国的帮助 不可能了 中美脱钩以后 美国很多问题 只能靠美国人自己了 所以我有时在讲 你看着现在美国好像很强大 都是虚的 都是虚的 原本最重要的一个帮手 中国现在也在远离美国 所以我一直在想美国这个国家未来会发展是什么样子 你看看川普那四年 各种运动 黑命贵 川普再上了四年 那黑人会不会起义 黑人白人会不会直接爆发枪战 这都是看见 这是我对这个三中全会 整篇文章我读完以后 我个人的感受 既然中美必须必然脱钩 那中国就做好脱钩的准备 像外围的一些工作就开始做了 未来美国在中国的很多企业 在中国的很多产品 像苹果 那不是中国不买你的 对吧 既然脱钩了 中国就做着脱钩的准备 像苹果 像美国一些科技公司 应该去找找你这个美国 国会 找找你们美国总统 去找他们说 而不要找中国 我们中国已经人之一尽了 既然中美要脱钩 咱们就一脱到底 科技上 包括电子产品 你像苹果 我觉得不会有中国市场 未来 这些科技公司 也在中国 不会再有更多的 不会再有更多的市场 这都是小的 像贸易 金融 美国现在不是 这个快速率 大量的从中国撤离 这只是开始 未来会有更多 中美这种脱钩 持续时间会非常长 对美国影响也是巨大 脱钩以后最重要的是军事上 中美既然已经脱钩了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最后的结果 中国在军事上 在亚太地区 可以不像过去 看美国脸色 不用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 和中国之间的经济上的影响了 反正已经脱钩了 有些该做我就做了 所以军事上冲突 地缘政治上冲突 才是最大影响 未来 中美经济总量越接近 中国越接近美国 这种冲突风险 越大 而且中美是脱钩状态 各自 对吧 各自有自己的利益 那最后一种冲突 很有可能上升到战争 就是台湾 甚至南海 所以我说 大家未来 你从中美脱钩 整体 你去规划你自己的未来 一定是向 这种紧张和对抗 升级方向去过渡 特别是台湾海峡 我觉得台湾人也不要幻想 说中美不会开战 中国不会打台湾 过去是因为中美之间有联系 现在已经脱钩了 没有联系 我解放军打你 也不用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 这种特殊关系了 还有 中国和美国既然脱钩了 我中国不用再照顾你 所谓的台积电 你的芯片产业链了 你记住 我在台海的行动 对你美国芯片产业链有什么影响 也不会影响到中国 因为已经脱钩了 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 美国做的一切都是在向战争方向引导 那么中国既然认为战争不可避免 你做的一切都是要逼我给你脱钩 我们就做好战争的准备 我觉得中国非常有好处 实现国家的统一 也最后你发展结束 也要完成国家统一 那既然美国选择上提前 提前完成统一 首富台湾 武统台湾 我觉得整体上看 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 是四中全会 我觉得一个过渡 四中全会才是最重要 十月份四中全会即将召开 美国的大选 我觉得应该也可以看到结果 四中全会才是真正关键的 决定中美未来的 感谢观看